今天最重要的讯息 来看到曾经传出了群聚感染的 新北市三峡恩主公医院 在今天又有一名急诊专科护理师 进行的PCR检测时候 出现了因转阳的情况 院方回应说 这名的专科护理师 在6月18号上午进行了常规的裁检 晚上9点结果出现了因转阳 紧急的匡列接触者 并且将两名的患者收治进隔离病房 同时急诊将会停止服务两天 要进行全面的清销 AZ疫苗从15号接种以来 各个县市已经累积有超过40个人死亡 而今天是新北市第二批的接种 高死亡率会不会影响到 长辈们接种的意愿呢 接下来把镜头交给 在中和国中的记者王毅仲 好的主播各位观众 记者现在的位置是在 新北市的中和国中 我们来到他们的大礼堂 可以看到这边很清楚的 分了三条动线 三个关卡 第一个关卡是挂号区 大家来到这边先进行报道 第二个部分是有三位医师 坐在这边 这边是所谓的问诊区 接着到后面这边是最重要的 就是注射区 一样我们可以看到 也是分成三个动线 在这边注射 还有在背后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有一大区 是打完疫苗的长辈 必须要在这边观察 那由于这几天下来 从6月15号AZ疫苗接种以来 已经发生了大约有40例以上的死亡的事件 所以这边双核医院 他们不敢大意在旁边准备了这个急救的器材 而且这个器材里面是非常的专业 像这个插管的仪器 还有这个抗过敏的药物 以及这个苏醒球 旁边还有这个AED 急救器材还有氧气筒 全部都在现场 如果长辈们他们在现场临时发生了什么状况 可以现场立即做这些急救的处置 那么根据刚刚公所的人员 向记者表示 像今天上午我们可以看到 上午的时候之前都是大排长龙 但是今天我们可以明显看到 人是少了许多 几乎可以说是根本就不需要排队 是不是受到这几天因为死亡人数攀升的影响 不知道 但是公所人员有估计 这几天下来呢 报名的人数是五成 但是到了今天的话 降到了四成 等于施打来报名施打的人数 少了一成左右 以上是在现场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我们先把时间镜头交还给彭内 另外在台中市 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 从今天开始呢 全市1.3万名的领长也同步施打疫苗 保护第一线协助防疫的领长们 同时呢 也能保护跟领长接触的市民 但是却遭到了中央莱文要求停止 立德领长江和树呢 他就怒批中央 不要只会在办公室看数据报告 应该要检讨 为什么年长者不敢施打疫苗 因为大家对于AZ疫苗都没有信心 都会害怕 今天啊 老师我们台中市啊 我们所有的领长啊 将近有一万三千多人的一个施打 居然听到中央不同的声音 居然说这些领长应该不适合 在优先施打权的里面 那我觉得说 为什么每次在普查 在帮忙所有的 政府的一些政策的时候 领长永远在第一线 为什么他们没有办法来优先施打 我觉得说中央啊 要来聆听地方的声音啊 像我们台中市我们市长卢秀燕一样的 因为他是市长妈妈 他非常了解我们台中人的想法 也非常了解市民的想法 也希望你们来重视我们这些所有的领长的权益啦 因为第一 他怎么去跟第一山 去问这些阿公阿嬷 你有没有带他们去主母 他们是面对高峰群的这些长者呢 如果他们被染疫了 还是说他们有染疫了 去问候他们 这样是要怎么 我希望说中央不要再永远在 在中央里面 在办公室里面 在看数据看报告 不了解地方的想法跟结果 会造成很多的一些民怨啦 今天如果疫苗够的话 会有如此的问题吗 会有如此的抢抢潮吗 每次选举的时候都说 这些领长非常的重要 但是为什么 要他们的安全的生命的时候 需要你们来保护的时候 你们跟他们说 你们不可以 我们卢市长 是我们地方的妈妈 他非常的接地气 他非常的了解 什么是需要 什么是重要 也呼吁我们中央来重视 我们目前的想法 跟地方的声音 好来看到呢 在高雄左营果贸市场呢 这附近呢 是长辈平常喜欢买菜的地方 但是呢一早下了雨 加上呢 似乎受到了打疫苗的 身体不适的影响 所以今天早上呢 买菜人少少了许多 有阿嬷呢 直接说他不敢打疫苗 最近为什么呢 最新的情况 请记着黄世云告诉我们 好主播透过画面可以看到 在高雄左营的果贸市场 一早来买菜的长辈 人潮是明显少了许多 那除了是因为受到下雨的影响之外呢 也似乎有被这一个打疫苗的情况影响 因为有不少长辈呢 他们打完疫苗之后表示身体不舒服 有头痛发烧的情况 所以是待在家里休息 那另外也有长辈听到 这个打疫苗之后的副作用 甚至可能会有猝死的情况 是相当的担心 也直白的说了不敢打疫苗 我们来听一下阿嬷的说法 这个各地纷纷出现 打疫苗之后的这个猝死的案例 让这个阿嬷呢 看到消息之后 真的非常的担忧 所以选择干脆就不打疫苗了 也让高雄的这个接种站呢 出现了疫苗的环打潮 以上目前最新 一起把镜头叫谱内 万华地区疫情趋缓 北市呢定调 万华呢已经不再是热区了 上个月中呢 创下了疫情的快筛站首例的 剥皮疗快筛站 在今天也正式的攻城升退 台北市场客文哲呢 也特地的前往当地向医护致谢 而快筛站撤站之后 将改为是疫苗注射站 也希望呢 借此让周边的店家商机再回文 好 这个18号呢 北市快筛队呢 第三次进驻到了环南市场快筛 而之前两次的快筛呢 已经超过了10人确诊 然而原本的市场预计是要筛减6个梯次 但因为呢医护量能不足 所以腰斩 筛完第三梯之后呢就喊咖了 有摊商报名了 但是呢却筛不到 当场就气爆 而在这个筛检站呢爆发的冲突 医务人员忙着筛检又要忙着劝架 这场面是一片的混乱 两名男子在筛检站大爆气 眼镜就快打起来 连穿着防护衣的医护人员都赶紧 聚中劝架 警察忙着把失控难拉开 但他继续暴走 冲突一触即发 医护人员忙着筛检又要帮忙缓解冲突 场面一片混乱 原来十八号早上北市快筛队 再次进驻淮南市场筛检 报名造册总共一千七百人 九号十一号加上十八号 仅筛了近八百人 原本预计筛检六T次 没省到因为疫苗开打 医护吃紧 缩减仅剩三T次 没筛到的摊商因此爆气 前两T次筛检就筛出至少十例确诊 十八号快筛 也出现两人阳性 摊商就怕厌变群聚 游行冲冲 筛检后市场紧急大消毒 已经筛检的摊商也发与筛检症 供民众识别 只是量能不足政府拿不出对策 也难怪摊商担忧 筛不到是否只能自求多福 记者黄天耀 黄玉兰台北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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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